刚刚这个七之三之一的范例里面 我们要复理里面的值 更改某一个物件里面的那个物件的这个变数 我们可以直接用等号直接复理它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 我们前面也常用到就是用set的方法 比如说呢我今天要里面要放值 前面是用等号 直接这个地方加上等号嘛 比如说呢 Joy的名字叫做比如说陈慧安 然后呢我今天如果说我不要用等号 负语值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用方法来设定里面的值 常用用set 比如说呢我这边可以建立一个所谓的set name 然后set name在Joy里面的话 有多一个set name 然后呢我要怎么样呢 塞一个字串给它 然后把它放到我的这个类别变数里面 做存放 那最后秀出来当然是结果这样 是用set的方法 浪费基本上也是一样 也是要姓名 然后哪一个人 直接把它那输出的话 结果 把他set里面 然后等于Joy 然后输出的话呢 我这边也是显示 我显示的是Joy 把Joy的名字显示出来 那我要怎么样把里面的资料呢 把它秀出来 除了说我用set进去之后的话 我可以把它输出 Green Card之外 我可以用再把它抓回来的话 我可以用get 所以在Joy里面有很多所谓的set set是设定里面的值 然后get的话是把里面的质量再取出来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把那个刚刚student类别稍微做个改写 那里面的话呢 一样建立一个student 我这边建立一个student2 那student2呢 这个类别里面呢 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上面呢 一样是三个成员变数 姓名 地址 跟年龄 那我要做存取的话 底下的话呢 我必须想建立几个 如果我要去更改里面的值的话 那特别注意呢 我在这个地方增加一个所谓的这个set 比如说针对什么 针对这个name的 其实我们前面讲过说 可以把它当一个资料 那如果说我这个资料呢 要做变更的话 我可以做set 那set呢 我可以直接透过这个参数 传递过来这个参数呢 去更改里面的这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更改之后的话呢 那其他的方法也是一样 比如set address 对是set edge 那透过这个方法 传递参数去更改里面的值 那也就是外部的这个 我宣告的 刚刚这一个 这个类别里面的 我要去更改里面的 姓名 地址电话 可以用这个方式 那透过set的方法 可以去做什么 做更改里面的值的部分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取的什么 取的里面的值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再把这个里面的值做什么 get 所以在这里的话 必须要再建立一个get name 那get name呢 我要怎么让 这个 我的物件呢 取得里面的值 那用return 把里面的值 return回去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可以取得我里面的值 所以呢 请各位练习一下 第一个 我怎么建立里面 有所谓的set name 那前面都是void的 这个set的话呢 是一个void的 然后呢 get的话是return 看你要return出什么 比如说呢 get的话 在name的部分 是一个string 然后呢 h是int 就return值 ok 那这个地方是 设定 跟取得的方法 那我在 实作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说 我要set的部分 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方法 把它把值给 给赋予这个 这个类别里面 就变更里面的资料 那取得的方法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get 所以这边的话 我可以分别取得 三个变数 那这三个变数的话呢 一样给name address 可以这三个 最后把它秀出来 所以基本上 我们假设说 我今天先怎么样 先输出 这个部分的话 是直接输出那个 这个gen 把gen先秀出来 然后第二个方式就是说呢 我用get方法 取得之后 再把结果秀出来 所以 秀出来的话呢 里面的话 基本上 因为我取得是什么 joy的里面的词 所以把它print出来 就会是那个 陈慧安 所以秀出来 结果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个部分 有没有 我是先 这个是 江小鱼的 所以先输出 再来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 陈慧安 没错 因为这地方是用get方法 有没有 get回来 OK 所以这里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这一个练习 这个是刚刚的练习呢 再做一个变更 你可以再把它复制 用 类别部分的话 再建立一个student2的一个类别 里面的话 再增加set跟get 这中文 谢谢